第三十一回,詩善子作千金一笑,因其輪伏白手相勝, 話說習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,也就冷了半截, 想著往夜嘗聽人說,少年吐血,年月不保, 縱然命長,終是廢人了,想起此言,不覺將數日想著後來曾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, 眼中不覺滴下淚來,寶玉見他哭了,也不覺心酸起來, 欣問道,你心裡覺得怎麽樣? 習人勉強笑道,好好的,覺怎麽呢? 保育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堂皇酒要殺羊血來動遠來, 習人拉了他的手,笑道,你這一鬧不打緊,鬧起多少人來, 倒抱怨我輕狂,分明人不知道,倒鬧得人知道了,你也不好, 我也不好,正經明而你打發小子問問皇太依去,弄點子若吃吃就好了, 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,寶玉聽了有利,也指得罷了,向岸上針了茶來, 吸習人受了口,習人知道保育心內是不貪穩的, 待要不叫他服侍,他由逼不依,而即定要驚動逼人,不如由他去罷, 因此只在塔上由保育去服侍,一間五間,保育也故不得疏洗, 望穿衣出來,便往皇際人來,親自確問,皇際人問其緣故,不過是相選,便說了個軟弱明智, 怎麽服,怎麽呼,保育寄了,回緣依方條字,不在話下, 這日正是端陽佳節,抱崖沾門,苦苦悉悲悲悲悲悟,五間,皇夫人辭了酒席,請薛家母女等上午, 寶玉見寶差淡淡的,也不和他說話,便知是作儀的緣故。 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采,也只當是作入金串而知事, 他不好意思的,索性不理他。 臨代玉見寶玉懶懶的,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差的緣故, 心中不自在,形容也就懶懶的,奉者而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, 金串而的事,知道王夫人不自在,連見了寶玉尚未挽回,自己如何敢說笑呢? 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息行事,更覺淡淡的,解形春子梅見眾人無意思,也都無意思了。 因此,大家錯了一錯就散了,臨代玉天聖起散不起罪,他想的也有個道理,他說, 人有罪就散,罪是歡喜,到散時喜不清冷,既清冷則生傷感。 所以不如倒是不醉的好,比喻哪花開時令人愛慕,這時則爭愁悵。 所以倒是不開的好,故此人以為喜之時,他反以為悲, 哪補欲的情聖子怨常聚,生怕一時散了天悲,哪花子怨常開,生怕一時正了沒趣, 此道言散花謝,雖有萬種悲傷,也就無可如何了。 因此,今日之言,大家無興散了,臨代玉都不覺得怎麽, 倒是保育心中悶悶不落,會自自己房中,長語短嘆,偏生情文上來換衣服, 不妨由把線紙失了手跌在地下,將古紙跌折,保育因坦道, 蠢才,蠢才,將來怎麽樣,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,難道也是這摩故前不顧後的,情文冷笑道, 二爺近來氣大得狠,行動就給臉紙潮,前二連雜人都打了, 今兒又尋我的不是,要踢要打憑野處置就是了,就是跌了才止,也是平常的事, 先時連那摩樣的玻璃缸,馬路換不知龍懷了多少,也沒見過大氣意, 這會指一把線紙就這摩著了,何苦來,要嫌我們就打法我們,再挑好的士,好離好散的到不好, 寶玉聽了這些話,氣得郡身亂戰,恩說道,你不用忙,將來有散的日子, 雜人在那邊早已聽見,望趕過來向寶玉道,好好的,又怎摩了,可事我說的一時我不到,就有事故意,情文聽了冷笑道,姐姐機會說,就該早來,也省了夜生氣,至古以來, 就是你一個人服侍爺的,我們原沒服侍過,因為你服侍得好,昨日才哀窩心腳,我們不會服侍的, 都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?雜人聽了這話,又是腦,又是愧, 待要說幾句話,又見寶玉已經棄得黃了臉,小不得自己引了聖子,推情文道,好妹妹,你出去框框, 願是我們的不是,情文聽他說我們兩個字,自然是他和寶玉了,不覺又添了草意,冷笑幾聲道, 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,別我替你們害掃了,便是你們鬼鬼碎碎幹的那是意, 也門不過我去,那女就清起我們來了,明公正道,連個姑娘還沒爭上去呢?也不過和我此的,那女就清上我們了, 習人收得臉紙張起來,想一想,願是自己把話說錯了,寶玉一面道,你門氣不分,我明兒偏台舉他, 習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,他一個糊塗人,你和他紛爭什麽? 否則,況且你數日又是有擔待的,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,今兒是怎麽了?情文又冷笑道,我原是活塗人,那女配和我說還呢? 習人聽說道,姑娘倒是和我半醉呢?是和二夜半醉呢?要是心裡老我,你子和我說,不犯著當著二夜炒,要是老二夜,不該這門炒得萬人之道,我才也不過為了事, 進來勸開了,大家保重,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,又不像是老我,又不像是老一夜,夾窗大棒,忠狗是個什麽主意,我就不多說,讓你說去,說著便往外走,保育向情文道, 你也不用生氣,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,我回太太去,你也帶了,打法你出去好不好,情文聽見者說,不覺又傷起心來, 含添淚說道,我為什麽出去,要嫌我,便著法而打法我去,也不能夠,保育道,我何曾經過這麽個吵鬧,一定是你要出去了,不如回太太,打法你出去吧。 等無事中說話,等無事中說話,而回了太太也不遲, 這會只急急急地當作一件正經事去回,豈不叫太太反而,保育道,太太必不反而,我只明說是他吵鬧著要去的,情文哭道,我多早晚吵鬧著要去了,搖聲了氣, 還拿來押聲了,只管去回,我只管去回,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,保育道,這也其了,你又不去,你又鬧聲什麼,我經不起這魔草,不如去了倒乾淨,說著一定要去回,雜人堅難不住, 只得跪下了,迫行,抽紋,卸穴等還吵鬧見吵鬧,都吵著無民的在外頭聽消息,這會只聽見雜人跪下鄉球,便一起進來都跪下了,保育亡把雜人扶起來, 嘆了一聲,在床上坐下,叫眾人起來,向雜人道,叫我怎麽樣才好,這個心事碎了,也沒人知道,說著,不覺滴下淚來,雜人見寶玉流下淚來, 自己也就哭了,情文在旁哭著,方玉說話,只見臨代玉進來,便出去了,臨代玉笑到, 大直下怎麽好好的哭起來,難道是為爭種子吃,爭老了不成,保育和雜人痴的一笑,代玉道, 二哥哥不告訴我,我問你就知道了,一面雪,一面拍著雜人的肩,笑到,好嫂子, 你告訴我,必定是你兩個半了嘴了,告訴妹妹,替你們和勸和勸, 雜人推她道,林姑娘你鬧什麽,我們一個丫頭,姑娘只是混說,代玉笑道, 你說你是丫頭,我指納你當嫂子代,保育道,你何苦來替她招馬名義, 遙者摸著,還有人說閒話,還覺得住你來說她, 雜人笑道,林姑娘,你不知道我的心事, 除非一口氣,不來死了倒也罷了,臨代玉笑道,你死了,別人不知怎麽樣, 我先就哭死了,保育笑道,你死了,我做和尚去, 雜人笑道,你老實說吧,何苦還說姐姐說,臨代玉將兩個子圖一身, 問嘴笑道,做了兩個和尚了,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, 保育聽了,知道是她點前日的話,自己一笑也就罷了, 一時代玉去後,就有人來說四大野請,保育指得去了, 原來是吃酒,不能推遲,只得盡席而散,晚間回來,已帶了幾分酒, 兩窗來自自己院內,只見院中早把城梁枕塔設下,塔上有個人睡著,保育指當時雜人, 一面在塔上坐下,一面推他,問道,痛得好些了, 只見哪人翻身起來說,何苦來,又朝我,保育一看,原來不是習人, 卻是情文,保育將他一拉,拉在身旁坐下,燒到,你的聖子愈發慣嬌了,早起就是跌了聖子,也不過說了兩句,你就說上那些話,你說我也罷了, 習人好意來勸,你又哭上他,你自己想想,該不該,情文道,乖熱的,拉拉扯扯作什麽,叫人來看見像什麽,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,保育笑道,你既知道不配, 為什麽,為什麽睡著呢?情文目的說,切的又笑了,說,你不來, 說,你不來,使得,你來了,就不配了,起來,讓我洗早去, 習人,謝月都洗了,我叫了他們來,保育笑道,我才有吃了好色酒,還得洗一洗,你既沒有洗,拿了水來,抓門兩個洗,情文搖手笑道, 說,爸爸,爸爸,我不敢爺爺,還記得迫行打髮你洗早,足有兩三個時辰,也不知道做什麽呢? 我們也不好進去的,後來洗完了,進去潮潮,地下的水煙著藏腿移,連隻紙上都汪著水,也不知道是怎麽洗的,叫人笑了幾天,我也沒那功夫收拾, 也不用同我洗去,今兒也涼快,那會只洗了可也不用再洗,我倒要一盆水來,你洗洗臉通通頭,才剛鴛鴦送了好色果子來,都敗在那水晶江裡呢? 叫他們打髮你吃,保育笑道,記者摩著,你也不許洗去,只洗洗手來那果子來吃吧。 情文笑道,我慌張得狠,連線紙還滴折了,那女還配打髮吃果子,躺或再打破了盆子, 更了不得了,保育笑道,你愛打就打,這些東西原不過是這人所用,你愛這樣,我愛那樣,各自性情不同, 比喻那善指原是善的,你要試著玩,也可以使得,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,就如杯盆,原是盛洞西的, 你喜聽哪一聲響,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,只是必在生氣時拿他出氣,這就是愛物了,情文聽了笑道,記者摩說, 你就拿線紙來我試,我最喜歡詩的,保育聽了,便笑著遞語他,情文果然接過來, 接的一聲詩一聲,接著遞語他,接著遞語他,接著遞語他,聽幾聲,保育在旁笑著說,響的好,在思響些,正說著, 只見謝月走過來笑到,小作謝月霸,寶玉趕上來, 一把將他手淚的線紙也奪了地與情文,情文折了, 也思作幾半紙,異人都大小,謝月到, 這是怎麼說?難我的東西開心意,寶玉趙道, 打開線紙盒子你選去,什麼好東西? 謝月到,記者摩說,就把盒子搬了出來,讓他盡力的事, 喜不好,寶玉趙道,你就搬去,謝月到, 我可不做這業,他也沒折了手,叫他自己搬去, 情文笑著,便已在床上說道,我也罰了,明兒再施罷。 寶玉趙道,古人魂,千金難買一笑,幾把線紙能值幾可, 一面雪著,一面叫雜人,雜人才換了衣服走出來, 小丫頭皆為過來十去破線,大家乘良,不消細說,至遲日午間, 黃夫人,涉寶差,臨代玉中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著,就有人回,使大姑娘來了, 一時那件事,雙雲帶領眾多丫鬟,識乎走進遠來, 寶差,代玉等忘形至佳霞相見,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,一旦相逢,其親密子不必說得, 一時進入房中,請安民好,都見過了,賈母恩說,天熱,把外頭的衣服脫了吧, 使雙雲望起身寬衣,黃夫人恩笑道,也沒見村上這些作什麼, 使雙雲望起身寬衣,都視義嬸嬸叫村的,誰願意村這些? 寶差一旁笑道,二娘不知道,她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? 可記得去年三四月裡,她在這裏住著,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, 血子也穿上,額子也勒上,晚一朝島像是寶兄弟,就是多兩個聚子, 她站在那兒子後邊,空得老太太指示叫寶玉,你過來, 仔細那上頭假的燈睡子朝下灰來迷了眼她指示小,也不過去,後來大家撐不住笑了, 老太太才笑了,說到扮想男人好看了,臨帶玉到,這算什麼, 唯有前年正月裡接了她來,住了末兩日,下起雪來,老太太和求母哪日想是才拜了影回來, 老太太的一個新生的大紅星星煎斗紅放在那裡,誰知眼錯不見她就批了,又大又長,她就拿了條寒筋子難腰系上, 和丫頭門在後院只撲雪人而去,一嬌災到溝筋前,弄了一身泥水,說像,大家想著前程都笑了, 寶妻笑向那周奶媽道,周媽,你們姑娘還是那摩陶氣不摩,周奶笑道,了,迎春笑道,陶氣也罷了, 我就嫌她愛說話,也沒見誰在那裡,還是喀喀呱呱呱呱,笑一陣,說一陣, 也不知那裡來的那些話,黃夫人道,指派如今好了,前而有人家來相看,眼見有婆婆家了, 寶妻笑道,還是哪摩著,賈母恩文,金兒還是住著,還是家去呢? 周奶媽笑道,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,可不住兩天,死傷魂問道,寶玉哥哥不再加摩,寶妻笑道, 她再不想著別人,只想補兄弟,兩個人好玩的, 這可見還沒改了陶氣呢? 賈母道,如今你們帶了,別提小名而了,江雪像,只見寶玉來了,燒道,魂妹妹來了,前而打法人接你去怎摩不來? 黃夫人道,這女老太太才說這一個,她又來提名道姓的了,臨代玉道,你個個得了好東西,等著你呢? 黃夫人道,是雙雙雲道,什麼好東西? 保育笑道,你信他嘩,幾日不見越發高了,雙雲笑道,雜人姐姐好,保育道,多謝你記呱,雙雲道,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 說著,拿出手帕紙來,懶著一個額搭,保玉道:「什麼好的,你倒不如把錢移送來的那種光文實戒指而帶兩個吸他。」 雙雲笑道:「這是什麼?」 說著便打開,眾人看事,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種光文戒指,一包四個,臨代玉笑道:「你們朝朝他者主義,錢移一般的打法人給我們送料來, 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,金兒爸爸的自己帶了來,我當有時什麼新奇東西,原來還是他,真真你是個糊塗人, 雙雙雲笑道:「你才糊塗呢?我把這理說出來,大家平一平誰糊塗,給你們送東西,就是史來的不用說話。」 雙雙雲笑道:「那進來一看,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鳥,若帶他們的東西,這須得我先告訴來人, 雙雙雲笑道:「這是哪一個丫頭的,哪是哪一個丫頭的,哪是來的人明白還好,最糊塗呢?」 雙雲笑道:「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,混鬧胡說的,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搞糊塗了。」 雙雙雲笑道:「若是打發個女人來,數日知道的還罷了,偏生前而又打發少子來,可怎麽說丫頭們的名字呢?」 橫樹我來給他們帶來,起筆清白, 雪像,擺四個格子放下, 雪道,雜人姐姐一個,鴛鴦姐姐一個, 金串兒姐姐一個,平兒姐姐一個, 這倒是四個人的,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么清白, 眾人聽了都笑到,果然明白,寶玉笑到, 還是這么會說話?不讓人,臨代玉聽了冷笑到, 他不會說話,他的今期輪也會說話, 一面雪著便起身走了, 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, 只有雪寶差問嘴一笑,寶玉聽見了, 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, 忽見寶差一笑,又不得也笑了, 寶差見寶玉笑了,望起身走開, 走了臨代玉去雪笑, 賈母向雙雲道,吃了茶, 欺一欺,朝朝你的嫂子們去, 願子女也良快,同你姐姐們去框框, 雙雲答應了,將三個格子兒包上, 協了一協,便起身要朝鳳姐等人去, 眾乃強丫頭跟著,到了鳳姐那裡, 雪笑了一回,出來便往大觀園內,見過了你公才, 小錯片時,便往兒紅院來找襲人, 恩回頭說道,你們不必跟著, 只管朝你們的朋友親戚去, 樓下翠女服侍就事了, 眾人聽了,至去尋姑密嫂, 祖聖夏雙雲,翠女兩個人,翠女道, 這河花怎麽還不開, 使雙雲道,時候沒道,翠女道, 這也和渣門家持子女的一樣, 也是樓子花,雙雲道,他們這個還不如渣門的呢, 翠女道,他們那邊有火石流, 接連四五支,真是樓子上起樓子, 這也難為他牆,使雙雲道,花草也是同人一樣, 氣脈充足,長得就好,翠女把臉一扭,說道, 我不信者話,欲說同人一樣, 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, 雙雲聽了,又不得一笑,說道, 我說你不用說話,你偏好說, 這叫人怎麽好突然, 天地間都負陰陽義氣所生, 或正或邪,或奇或怪,千遍萬化, 都是陰陽順逆,多少一生出來, 人罕見的就奇,究竟你還是一樣, 翠女道,這摩說起來,從古至今,開天壁地, 都是些陰陽料,雙雲笑道,糊塗東西, 越說越放屁,什麽都是些陰陽, 難道還有個陰陽不成,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, 陽盡了就成陰,陰盡了就成陽, 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, 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,翠女道, 這糊塗死了我,什麽是個陰陽, 沒影沒形的,我只問姑娘, 這陰陽是怎麽個樣意,雙雲道,陰陽可有什麽樣意, 不過是個氣,氣密輔了成形,比,如天是陽, 地就是陰,水是陰,火就是陽,日是陽,月就是陰, 翠女聽了笑道,是了,是了,我今兒可明白了, 乖到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,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麽太陰星, 就是這個理了,雙雲笑道,安彌陀佛,剛剛的明白了, 翠女道,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,難道那些蚊子,吉祖, 好,猛蟲兒,花兒,草兒,雅片兒,尊頭兒也有陰陽不成, 雙雲道,怎麽沒有陰陽呢?比喻哪一個樹葉而還分陰陽呢? 哪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,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, 翠女聽了,點頭小道,原來這樣,我可明白了, 只是家門這手裡的仙子,怎麽是陽,怎麽是陰呢? 雙雲道,這邊正面就是陽,哪邊反面就是陰, 翠女又點頭笑了,還要拿幾件東西問,欣賞不起個什麽來, 猛低頭就看見雙雲公都想係的金麒麟,便提起來問道,姑娘,這個難道也有陰陽? 雙雙雲道,酒獸非琴,紅為陽,癡為陰,品為陰,某為陰, 雙雲道,怎麽沒有呢? 翠女道,這是公的,是母的,雙雲道,這連我也不知道, 翠女道,這也罷了,怎麽東西都有陰陽? 雙雲道,駕門人道,駕門人道沒有陰陽呢? 雙雲照臉翠了一口道,下流東西,好生酒吧? 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,翠女笑道, 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? 我也知道了,不用難我,雙雲笑道, 你知到什麽? 翠女道,姑娘是陽,我就是陰, 說雙雲拿手拍紙虎雀嘴,呵呵大笑起來, 翠女道,說是了,就少得這樣。 雙雲道,恨時,恨時,翠女道,人規矩著紙為陽,無財為陰, 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,雙雲笑道, 你肯懂得,一面說,一面走, 剛到長眉架下,雙雲道,你潮, 那是誰吊的首飾,金房房在哪裏? 翠女聽了,亡趕上十起來, 手裏讚著,蕭道,可分出陰陽來了, 說著,便那是雙雲的麒麟朝, 雙雲要他簡的朝,翠女只管不放手, 蕭道,是見寶貝,姑娘朝不得, 這時從哪裏來的,好奇怪, 我從來在這裏沒見有人有這個,雙雲道, 那來我潮潮,翠女將手一殺,燒道,請看,雙雲舉目一嫌, 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, 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, 雙雲伸手情在獎上, 只事默默不語,正知出神,忽見寶玉從哪邊來了, 笑問道,你倆個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麽呢? 怎麽不找雜人去,雙雲連忙張那麒麟藏了? 說道,正要去呢? 抓門一同走,說著,大家進入怡紅院來, 雙人正在街下倚藍追風, 忽見雙雲來了,連忙下來迎接, 携手笑道,許久不來,想念得人了不得, 一時進訪歸錯,寶玉恩笑道,你該早來, 我得了一件好東西,尊等你呢? 說著,便向懷內摸逃,逃了半天, 阿話了一聲,便問雜人哪個東西你收起來了嗎? 雜人道,什麽東西? 保玉道,錢而得的麒麟? 雜人道,你天天大在身上的,怎麽問我? 我,保玉聽了,將手一拍,說道, 這可丟了,王那裡去找咧? 頓時王了念,就要起身尋去找, 雙雲方知是他為樂的,便笑問道, 你幾時又有了其倫了? 保玉道,錢而好容易得的呢? 不知多早萬雕了,我也活逃了, 雙雲笑道,行而是願的東西, 或是這魔方張,說像,將手一殺, 你潮潮,是這個不是,保玉一見, 又不得歡喜非常,恩說道, 可不是他是誰,且聽下會分解。 苟耶特朗